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旗制度使自清太祖努尔哈赤 环备于清太宗皇太极侵入官前 八旗本无高低之分 但只有相皇旗满洲处于皇帝本人 相皇旗除了皇帝一直没有其他宗室 后来皇权进一步加强 正皇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同属 顺至七年1650年多尔滚死后 顺着皇帝福灵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 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此后由皇帝控制的相皇 正皇 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 由朱王 贝勒统侠的正红 香红 正兰 香兰 香白五旗称为下五旗有清一代始终未变 清朝明确了上三旗比下五旗地位高 上三旗使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 下五旗驻守经师及各地 但是上三旗的香黄旗 正黄旗 正白旗地位谁最高 就众说纷纭了 要讨论谁是老大谁的地位最高 不妨跳出八旗本身 自能拨云渐日 清朝的台旗制度就是帮我们甄别八旗 谁是老大的一条门径 台旗是清朝政府改变皇亲 贵族和功臣的旗籍 以提高旗地位的一种制度 一般是包一奴才汉庆改变为八旗汉军 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 满洲下五旗改变为满洲上三旗 我们先看一下表 上表中台旗路香黄旗满洲的五家 均为外旗皇后和妃子的两家 地位之尊不容置疑 台旗路正黄旗满洲的五家 有三家为外旗 两家以军功 均为皇亲国旗 乍看 香黄旗和正黄旗似乎没有可比性 但是 我们把慈禧太后和她的族人台旗的情况比较一番 高下顿谢 乾隆十三年1748年 慈禧的老姑姑 皇贵妃那拉氏的娘家 由湘南起满洲 台旗为正黄旗满洲 同日元年1862年 乾丰帝在热和病死 慈禧把自己的娘家 从湘南起满洲 台旗入湘黄旗满洲 乾隆时 慈禧的老姑姑是黄贵妃 所以 指台入正黄旗满洲 同治时 慈禧已经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 所以将自己娘家 从湘南起满洲 台入最尊贵的湘黄旗满洲 汉军的台旗中 年耕耀 李氏耀 分别从湘白旗汉军和正南旗汉军 台入湘黄旗汉军 田文静 则从正南旗汉军台入正黄旗汉军 台旗之时 田文静的地位和军功远不及年 李二人 故只能入正黄旗 可见湘黄旗比正黄旗地位更尊宠 阿贵 关文以军功台旗入正白旗满洲 参长的地位和台入湘黄旗 正黄旗的各位主无法别拧 我们有理由认为 清朝八旗 当已向黄旗为最尊 正黄旗赐旗 正白旗第三 下午旗则没有明确的作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应该简直 보면 我这个时候 没有 一 Minute 最高 我没 재밌 discord